所以因此語言學家就分析 不好意思 英文就只有五種動詞 應該這樣講 應該說動詞就決定句子 可以嗎 所以語言學家就分析 英文的句子 總共就只有五種動詞 那這種五種動詞 怎麼決定的呢 就是看它的語意 它的成分 它到底後面需要什麼樣子的搭配 後面都是由動詞來決定的 所以我們首先 第一個來大分類 就是第一個 我們先分析一下 總共我們有五大類動詞 這是語言學家所分析的 所以其實簡言之 英文句子就這麼簡單 就只有這五種 那至於這五種 後面要搭配什麼呢 就要跟動詞來去做商量 那如果動詞是哪一種動詞 那所以它後面所搭配的東西 都是由動詞決定 所以學好一個語言的動詞 基本上就已經學完了八九成 因為代表動詞非常難學 動詞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句子的核心 是一個靈魂主角 好 首先請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老師先在旁邊幫你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列表 看一下 應該說我們剛說 英文的最重要的句子的核心 就是動詞 對不對 動詞 那英文當中動詞 第一個大分類 我們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種根據它後面有沒有受詞 第一個我們叫做vi ok 叫做不集物動詞 然後再來vt 我們叫集物 ok嗎 所以如果以中文來講 我們就給它一個說法 叫做不集物 ok ok 不集物 然後再來呢 t呢就是集物的意思 可以 那至於v i v t 同學知道就可以了 這個i呢就是intransitive 就是不集物的意思 然後再來 transitive 就是t這個單字 其實就是集物的意思 ok 那什麼叫集物呢 也就是說這個動詞呢 不用提及他物 就這個意思 就是不用提及他物 也就是這一類動詞 它沒有受詞喔 它沒有受詞 它不用接受詞 也就是說你只要主詞 再加動詞之後 基本上這個句子 就已經完整了 可以嗎 應該說意義完整 就完全就可以知道 它這個聽話者就知道說 你要表達什麼意思 ok 所以第一大分類 第一個叫做不集物動詞 那第二個叫做集物動詞 所以同學們 換言之 什麼叫集物 集物就必須它要有受詞 ok 它必須要放一個受詞 受詞 一定是什麼詞性 它就是名詞嘛 對不對 ok 所以第一大分類我們要先介紹 集物跟不集物 了解齁 所以你先知道 集物我們就是有受詞 不集物就是沒有受詞 了解齁 這是第一大分類 好 那再來第二大分類呢 要分什麼呢 第一個叫完全 所以第一個叫做 完全 好 不集物 完全不集物 ok 然後第二個叫 不完全 然後呢 不集物 你要先知道這個代號就可以了 因為所有的這個字典 然後所有的一些參考書 都是這樣子去標示的 所以以後你發現動詞 它給你VI 很明顯就告訴你 後面不能放受詞 那如果後面放了 如果給你VT 後面必須記得要放受詞 了解齁 好 那再來有完全不集物 還有不完全不集物 好接下來 接下來集物有三種 第一種呢我們叫做是完全 完全集物 一樣的概念 所以第二個分類就是跟完全有關係 對不對 ok 然後再來不完全集物 好可以嗎 不完全集物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叫做受語動詞 ok 受語給予的語 受語動詞 那有人說叫雙兵動詞 雙兵動詞 比較接近是它的一個造型 ok 所以代表這個動詞必須有兩個受詞 好 ok 所以你看一下 所以什麼叫做第二個分類 叫完全 完全的意思呢 簡言之啊 如果說以簡單的白話來講 完全它其實就是語意 好 語意是否完全 ok 如果語意 如果是完全的話 那應該說 這樣的動詞 就不需要補充說明的用語 簡稱 補語 對了沒有錯 ok 所以同學你常聽到什麼叫主詞補語 受詞補語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 如果當一個句子 講完主詞加動詞的時候 誒 意還不完整喔 那這時候就必須來個補充說明用語 所以簡稱補語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學完之後 你基本上就可以猜出 它的句型結構了 來首先第一個 英文當中請告訴老師 一定會有什麼加什麼 對了 一定就是會有主詞再加動詞 對不對 ok 那至於呢 後面有什麼東西 我們就來看 它需要什麼東西 ok 再來補足它 對不對 譬如說請看第一個 什麼叫完全不及物呢 也就是這個句子 只有長這個樣子 就結束了 可以嗎 ok 這樣句子 就已經結束了 就完整了 譬如說舉例 鳥正在飛 the bird is flying 有沒有 你知道 所以這個動詞 後面就沒有接受詞了 對不對 就代表說 這個鳥正在飛 這樣就講完了 這樣就結束了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句子只有主詞再加動詞 能夠清楚 好 ok 那再來請看下一個 老師 上面是完全 下面就不完全 對了 同學們 為什麼下面不完全 代表 當你句子講完主詞加動詞的時候 你意思還不完整 你要給我講清楚 所以因此我們知道 句子裡面有主詞加動詞 對不對 那我們根據它到底完全不完全 我們剛剛說過 語意 好 語意完全 那代表說這個東西就不用再加了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什麼叫語意不完全呢 就是我們必須要補充說明 可以 ok 像我們剛剛那個句子我們照出來 譬如說 the bird is flying 這個鳥正在飛 有沒有 ok 所以鳥正在飛 這個後面就並沒有受詞了 好 那請問 什麼叫不完全 代表喔 後面它必須要再接主詞補語 因為代表這個句子語意還不完整 所以後面會有主詞補語 可以嗎 譬如說這樣我剛造那個句子 來 I am happy 我非常非常開心 或是 I am a student 有沒有 英文的句子不可以只有出現 I am ok 所以 I am 這就是我們以前學過的B動詞 對不對 它就是不完全不及物的其中一個大類 有沒有 ok 那再來以前還有學過同學 記不記得 you look happy 你看起來好開心喔 有沒有 你看起來非常非常開心 譬如說 you 然後呢 look 然後呢 happy 這樣可以 所以各位 你完全不可以只有說 you look you look 是一個很錯誤的一個概念 對不對 你必須說 you look happy 因為這個這個happy在形容的是you 有沒有 好這樣的造句其實就是 就是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導致這個句子 如果語意不完全的話 那這樣子這個句子是不是完美的 ok就是會有缺陷 好 ok 那再往下看 下面這一組囉 下面這一組 來什麼叫完全集物 來 完全集物就是後面怎樣 會有受詞 對不對 它會有受詞喔 ok 那所以因此完全集物 就代表這個主詞 動詞再加受詞就結束了 可以嗎 ok 譬如我照句喔 譬如說 我愛你耶 I love you 這個句子就結束了 我喜歡你 ok 那請問 你上面有沒有疑問呢 好來 你學到這裡有沒有覺得疑問呢 因為 來請看 老師你上面說 you look happy 那個叫主詞不語 對不對 這個happy叫主詞不語 可是 為什麼這邊一樣三個字 I love you 為什麼那you 叫受詞 而不叫主詞不語 ok 同意你問得非常好 這就是各位同學 語言學家在分析的時候 他一定有道理 他覺得說 you look happy 為什麼老師的修飾箭頭 往you來畫 就代表 這個happy 在指的是you 在講的是you 在補充說明他 不是嗎 ok 各位同學 我發現喔 你看喔 I love you 請問老師有沒有畫一個箭頭給 you 這邊you有沒有畫一個箭頭給愛呢 沒有吧 對不對 愛跟you 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個體 所以因此語言學家分類 這個叫做即悟動詞 可以嗎 這就是所謂的即悟 了解 所以這邊就是 跟上面那個完全不一樣的關係 不能說都是三個字 可是他們在句子裡面的角色 就完全不一樣 那這是誰決定的呢 當然是動詞決定的嘛 對不對 ok 所以就是I love you 就是因為這個you 不能解釋為主詞不語的關係 因為我跟你 怎麼可以互為是修飾關係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答案是錯的嘛 ok 所以因此這叫不完全不即悟 那這叫完全即悟 同時這個差別在這裡 一個是主詞不語 然後一個是受詞 同時這樣清楚嗎 好 ok 沒問題的話請看下一個 那什麼叫不完全即悟呢 不完全即悟就是後面有一個什麼 受詞不語 可以嗎 這叫補充說明 因為你不能只有主詞加動詞受詞 這意還不完整喔 那這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有個受詞不語 來補充說明受詞 這樣才ok 譬如說我照個句子 來譬如說 I 怎麼樣 I make you happy 我讓你非常非常開心 譬如說我可能讓你分數考很高 你超級開心的 所以這時候呢 誰 happy呢 沒有錯 當然是你 happy I make you happy 有沒有 我讓你開心 就這樣子意思 很清楚 所以因此這個部分 就所謂的受詞不語 因為這個受詞跟受詞不語 兩個互為修飾關係 都在講彼此 所以因此我們這邊當然叫受詞不語 這樣語意才完整嘛 對不對 好那再來請問 什麼叫受語動詞呢 或是我們叫做雙冰動詞 ok 這個冰 這個冰就是我們中文學的叫做冰語 所謂的冰語其實就是受詞的意思 ok 那所以請看喔 什麼叫雙冰動詞 對了 同學們它就是兩個受詞 ok 大家應該很熟 比如說給我錢 Give me money ok 你給我錢 me它是一個受詞 然後money又是另外一個受詞 很像清楚嗎 所以跟你講一個大概 這個大概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五大句型 可以嗎 那所以呢 大家你發現齁 所以因此當你在寫文章的時候 對不對 你要先注意看這個動詞 到底是屬於哪一種用法 所有在字的裡面 字典裡面都有告訴 都有一清二楚的跟你詳述 了解嗎 但是老師希望齁 這個句型告訴你 我希望你能夠自己去分析句子 也就是說這個動詞看到之後對不對 前面是主詞對不對 那到底後面是屬於受詞呢 還是屬於補語的部分 這你要分清楚 了解齁 所以這個是基礎 那等一下我們用在翻譯的時候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齁 所以為什麼要從這裡切入 就是因為中英文其實在某些部分 其實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ok 只有小小部分 其實大部分語言學家有分析啊 中英文基本上在句法上 大概有八成是接近的 他們只有稍微在修飾語上 擺的位置習慣不同 但基本上我們其實講中文的人 其實很有機會把英文學好的 所以代表就跟日文會有點差距 中英文的這個排法 跟這個是差距相對大的 所以各位你沒有理由說 老師我不會寫對不對 因為中英文其實有時候很接近喔 但有時候會有些許的不一樣 所以因此我們那個翻譯 也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學門 甚至很多大學都開始成立研究所了 所以這是一個蠻深入的一個學門 所以翻譯呢在這個部分 不是說你會講英文你就會翻譯嘛對不對 所以翻譯的部分 我們其實如果在更深入的話 其實可以討論非常非常多 他就在討論除了具構之外對不對 還有語意成分耶 譬如說舉例我們中文這樣表達 那英文一定是一對一這樣表達嗎 對不對 ok 那這個部分就必須要到大專 要到比較深的程度 我們才會討論這個細緻的差別 ok 那在以高中深大角度 基本上我覺得啦 大部分都是你可以用相對的中文 可以找出相對的英文 基本上這樣講 大家會在這裡會有 沒有辦法有衝突的狀況之下 可能就是你的寫作 你可能會有中式英文的狀況 英文不這麼表達 可是你中文卻 中文這樣表達 可是你英文卻這樣寫 你直翻之後很明顯 你那個感覺就不是英文的感覺 同學這樣懂嗎 那至於到底這要怎麼減少 同學有時候 如果你現在才高中二年級 或是高中一年級 老師都苦口婆心 希望你多看英文 同學所謂的多看英文 不是說掃描過去就叫看喔 不對 你要去多看句子 去看人家怎麼寫 怎麼去模仿人家 所謂的模仿 你了解嗎 就是說人家會這樣用 人家這樣搭配 一定有它的道理 既然確定那個文章 比如說你在雜誌啊 課本對不對 你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寫法 確定是正確的 確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就把它學下來 你這樣學下來 基本上 因為課本一定是我們 我們國家所編的 對不對 一定是經過教育部認證的 對不對 所以大家如果把上面寫法 講下來 然後學下來 對不對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所以老師希望 在這個部分寫作 老師個人覺得是蠻難教的 因為大家如果以前沒有備單字 或是說備單字習慣並不好 那這邊真的會有一點困難 所以老師只能告訴你一些方法 告訴你怎麼切入 這樣你會在翻譯上寫作上 才會比較比較游刃有餘 不會覺得好像真的很困難 可以